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变股半导体行业 这个画线呢也是我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他说他这个看了25年 就教我一个无脑的白痴的操作 就谁都可以看这样的图形来挣钱 那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是大势是否涨长期以来啊 并不是短时间的 就包括他这个疫情之前他也是涨 包括他疫情之后 你看从这里一突破了以后 他就往上来 我们先来画线 来这里到这里是不是过了 那他就会往上走对吧 好 那就看这一段好 你就看这一段好 那这个这个是不是一个低点 这里是不是在这里一个低点好 就找出支撑线和最高点 那最高点不是这里吗 对吧 184跟这个186啊 这边这些年已经收盘已经187了 那这个是smh是一个芯片股的这个etf 再来看那这一条 那这一条 那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三角形了 那三角形就是长这样 那这样 那他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18187今天的这个高开的时候 最高点的时候已经是过了这个点 那他就会到下个台阶去到上在上一个台阶 也像这里 你过了这一段这样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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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然后他就突然会往上去了 大概的意思这个由于我这个中文不好 英语也不好 大概听的意思就是这样 找这样的图形 这里是一个三角形对吧 那这里也是一个三角形 那这样就可以有可能是这个按照这个理论来讲呢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需要所说所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那是否形成上下最后呢 就是耐得住寂寞 等到突破再买 他不行成这个图形 我之前的操作就经常 他来到这里 他来到这里 我就买了 我觉得可以了 他已经反弹了 或者来到这里我就买了 不行 我朋友说不能买 因为这个还没有突破这里 他要破了这个小口 这个才会往上走 但如果这个破了以后 他不往上他下来呢 那我们就设一个止损点 就在这个177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这一段 我们就把它给放掉 我们可以提前setup our limit 就是这个止损单 怎么的往上走 怎么往下跌 这个以上是我从我朋友那里学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由于他是新变股嘛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这个smh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行业 他来帮我们调股票 第一的他的这个是台积电 看到没有 台积电 我们来看第二是nvidia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只吧 这几只股票啊 tsm我今天也买了一些台积电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也是到突破了一个口子 来 叶三角形这里已经形成了 他已经要上去了 那这个他长期以来他都是在涨 他都是在涨 他这里这里这里一波 这里这里一波 然后这里 他一直不上去 你看来到这里 他没事 那个那个不要买对吧 那个忍耐住寂寞不要买 他突破了再买 没买下来 再突破这里要买了好 他这里这个止损 这个点止损止损 然后又下来 然后下来 等再涨 涨上去 来到这里 他突破了这一个口子 现在就应该把它给买上去 那这个市场情绪是这样 大大部分人是看好他就买的人比卖的人多 这一块就是买的人比卖的人多 所以才会导致上去的 再来看一下个NVIDIA SMH就把我们把股票都给选好了 NVIDIA他现在没有形成一个三角形 就589这一块 他没有到这一个点 所以也可以过掉 不看 但是今天你看这一条线 哇 直接这几分钟从底 一声拉上来 牛 再来看一个是 什么股票 SMH INTC 还有这个 阿斯玛光刻剂 INTC INTC 那也确实没有形成三角形 那就应该是这样的图 那他没有回到这个疫情之前的那个高位 疫情之前是4月嘛 在这里 他没有回复到这个56块钱左右 他反而冲一下跌下来 你看是吧 这个交易规则是对的 你上去下来 他这里没有突破他这里 没有 没有没有过了这个点 那我们就不买 那他就冲一下下来 我经常就在这里摘跟头 我经常就是太着急了 那现在他也完全没有回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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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一下这个阿斯玛 阿斯玛也是有机会的 也是可以静待观察 现在三三八三八八 四零二是他最高点 我是这个没有专业学过的 你们这个开网也行 怎么样也行 这个咱们是一起交流啊 你们也可以交易交我 我不应对的 包括投资专家说的 不一定对对吧 那现在是三角形 还确实没有形成 再等等 我们再往高位买 等他我们设一个Limit的单 等他403的时候 我们就重买进去 那现在的三角形还没有形成 再来看一个是 高通 高通我差一点就想买了 这个由于看一下口袋不大够深 我就没买了 我今天是买了LSCC 还有这个台积电 这两只 他这个也是已经形成了一个V型 已经形成了 一个这样的形状 也确实是突破了这个口子 突破了这个口子 我们可以买一些进去 止损点是止损在这个 这个122这里 Loss5% 就啊 这个5%丢掉就丢掉了吧 那再来看这个我自己买了 LSCC啊 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一个大大的突破这里了 那也是说所谓什么假突破啊 322 它最高今天最高的时候是35块钱 那也是下来了 那它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三角形 那它再会往上去 也是符合大盘是往上走的 大师是往上走的 好 再来看 我看一下我今天还操作了什么 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教学啊 这个我们是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啊 这个不存在交不交怎么样啊 这个不要说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IRBT IRBT我刚才也是研究 它确实也是过了那个口子 包括今天收盘最低的时候89块也是过了这里 过了这个 它这条线是这里吧 这一块钱不是过了89块钱 它再收在这里也是过了 过了正好是过了这条线 我就敢买进去 然后设一个止损点是设在这个 80 它等它有一根阴线出来吧 我们设到88 不是设到85吧 设到85 因为这个这个点是一个这个这个台阶吧 现在来这里 我们就就这样吧 这个我今天的操作就在这里 这个这个不是一个教学 先听懂我们是一起交流 一起炒股 一起这个每天赚一个钱 赚点钱 让这个一天过得心情过得好 谢谢大家